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那耶稣是跟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这些人就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当代的那些领导者 自己讲跟长老 那这些人呢 他们跟耶稣的关系不是很善良的 他们要 其实要靠耶稣 要考验耶稣 也要听他说一些他们所要考他的罪 定他的罪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你凭谁的转柄做这些事呢 是要骗他 所以耶稣 难怪他不要直接的回答 他只要问他们另外一个问题 他们所讲的是这个权柄 是关于耶稣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 刚才发生在耶路撒冷 他隆重地进入耶路撒冷 他也是在圣殿那边所发生的那些事情 他看走那些商人在那个店里做买卖 所以到底他有什么权柄 那如果他说是天主给他这个权柄 那他们就可以靠他说 他当做自己 和他过大 做天主 那如果他说 这个是个人的 是我人的一个权柄 那就也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呢 他先问他们有关若罕希哲 而他们跟若罕希哲的关系 很像跟耶稣一样 所以他们也不敢回答 那为什么 因为若罕希哲呢 本来也是做这些 就是他讲道理 或是做一些事情 给人家灵犀等等 那耶稣问他们 那他是凭谁的权柄 做那些事 是若罕希哲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呢 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让他们的这个不正心 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 因为他们就是 问耶稣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子 不是真实的 他们没有 没有一个真心 他们要骗耶稣 讲的有一个理由 会靠他 所以他们不敢说 因为如果说是 若罕希哲是 因他的转禀 是来自天主 那就他们为什么 没有跟随若罕希哲 像很多穷人 很多别人 罪人 就是 就是 承受这个 若罕希哲的 这个道理 那为什么他们 这些 司机长跟 跟长老 没有 跟随若罕希哲 那如果说 那这个若罕希哲的 犀离是来自 他自己 发明的 是个人 一个传统 那就 也 也这样的呢 他们会 反对 跟随若罕希哲的 因为 若罕希哲的朋友 若罕希哲的那些 很多信徒们 是信了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相信 是 天主 拜见他 叫他们 悔改 所以如果 这些人说 那若罕希哲 他自己发明 这些东西 那就 他们 跟那些 很 很 忠心的 那些信徒们 就 不同意 所以呢 结果 他们说 我们不知道 在 在这个 马都福音呢 是 天 这个天 这个字呢 平常 就是 表示 天主的意思 是 天主的奥秘 所以 这些人啊 这些 设计长 跟长老 如果 否定 耶稣的 那些 行动 耶稣的 道理 不是 来自 天主 那就 就 一直 说 他们 不接受 他 如同 摩西亚 的身份 如果 他们 说 就是 这个是 耶稣自己 发明的呢 那像 跟罗汉 是这样 所以 人家 很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 很多人 也相信 耶稣 结果呢 就是 他们 不真心 的问题 所以 我们也要 弄清楚 我们的信仰 是 信耶稣的时候呢 是不是 接受 完全接受 他 或是 我们还是要 他符合 我们自己的概念 我们的思想 等等 所以 这个福音 也是帮助我们 把 我们的 思想 我们的意愿 告清楚 我们的真心 是很重要的 阿们 也好 我们的听优优独播 我们的听优独播